站在大雨中只能又担心又无奈 看着雨水不断流入裂缝里面 10月中旬豪大雨造成七谷区东新街 北极公一带的边坡滑动 道路因为高低落差大产生巨大的裂缝 虽然暂时用大型帆布盖住挡水 不过这两天基隆雨势又再度变大 住在这里大约有四户的民众 再度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陈勤 张耿辉到现场勘察时 发现倾斜的房子里 竟然还有老人家继续住在里面 张耿辉和北极公公主问老人家 为什么不赶快搬离开 老人家表示 虽然市政府之前有来劝他搬离开 但是没有告诉他可以去住哪里 因此张耿辉呼吁市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些问题 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0月17号所发生的豪雨沉灾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市长马上要卸任 当然不应该因为要卸任的话 这些災害抢后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进行 我想这边附近有大概四户左右的人住在这边 当然他们每天就生活在一个统计感 没有一个保障 但也不知道这个工程到底会如何进行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但我这个 我只是觉得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心态 不管谁卸不卸任 但是这个灾害抢救是持续的要做 我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的 把这个到底是怎么过程 要未来怎么附建 要给当地的住户要讲清楚 那我本人也不排除在新的会提 要他们是这种相关的会提出报告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市民住的一个安全感 现在有些都无效不信 已经去到处都无效不信 这因为安全的问题 真的人家在这里出力的人 在这里还有住户三十五年 在这里出力的人 大家驾到死亡这种烦恼 他们说当时我再放了不知道 如果再放了就连驾到也不能够 张耿辉强调选举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灾害护救和抢修的工作 不应该因为选完就有停滞的状况 特别是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关的工程 更应该要尽快继续施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